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人隐约记得 她就是那个当年因为不晓得穿高跟鞋而落败的香港小姐 有人还说起极盛时候香港娱乐圈有霞玉芳雄之称 一个年轻率直又性感名言的红姑 有人还记得 那个曾经活跃在大银幕拥有万种风情的女子 她可以是命运堪阿的越南少女 可以是日日带茶煲给船头尺的女青年十三妹 可以是无微世故又讲义气的平民女孩朱所所 又可以是顾盼生枝 温柔可燃的红豆妹妹 没错 她就是钟楚雄 她是八十年代香港影坛不可替代的女星 被称为香港的玛丽田梦露 天生游蜜 骄傲美严 却在事业最巅峰时刻 选择适应 中年遭遇丧腐之痛的她 又有什么传奇的经历呢 东方梦露 钟楚雄正在继续 年纪稍微轻的人听到钟楚雄三个字 可能有点忘言 毕竟自从1991年和刘德华搭档演员极度追踪之后 钟楚雄就彻底适应了 之后 无数人重金邀请她复出 她都没有答应 也不出来客串 弊的明星可能都是在强弩之末的时候选择退出 会保住的明星 不过钟楚雄就不同 她在自己最红最紫的时候选择适应 在当年的香港 街片配出《美女如云》 钟楚雄和林清霞 张曼玉 梅艳芳 合称霞玉芳 又和关之林 张曼玉 王祖賢齐明 张国荣曾经这样评价钟楚雄 香港 没有哪个女人穿皮衣 比她更好看的了 而艳光这个词用在她身上 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她是那些随便站在一场角 拍一张照片都可以令人惊艳的女人 一头波浪卷发 笑起来浅浅的梨窩 一对冥远深情的大眼睛 是红沽的标记 1984年钟楚雄被媒体 誉为香港第一美女 1989年明登 台湾地区十大性感女人的榜首 她一股超强的性感旋风 席卷两岸三地 被以为香港的玛丽梦露 成为当时无数人心中的梦中情人 香港一代才子 艾镇的爸爸艾康 曾经这样说过 如果梦露能够再生到今天 她的样子大概就是钟楚雄的样子 当时钟楚雄有多红呢 上世纪香港有一句俗话 叫做 再红你红得过钟楚雄 再发你发得过周润发 直到今天 香港还有些水果档 卖西瓜的字牌写着 红过钟楚雄 重映十一年 钟楚雄拍过六十部作品 其中有五部 角逐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三度获得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不过 直到她适应为止 都未能获得一个重要奖项 尽管美貌 但钟楚雄一路走来 并非一帆风讯 钟楚雄出生于一个并不富足的大家庭 六口之家 就只是靠父母做小本生意来支撑 生活也不是很欢愉的 十一岁的时候 她就在家里帮爸爸摆档 养活一家六口 长大了钟楚雄停不停欲立 谁人见到都说她美女 于是妈妈擅自作主 安排她去参加香港小姐 那个时候的香港小姐 真是智慧与美貌的代名词 但出名是小 赚钱养家才是硬道理 由于她不习惯穿高跟鞋 因为现场脱轮出了很多问题 钟楚雄最后得过耿颈第四名 但她就被评为历代港姐之中最美艳的港姐 比赛之后 钟楚雄在无线去试镜就失败 但得到当年演艺界的大人物 刘松仁的赏识 推荐她参演杜琪峰的 《碧水寒山奪命金》 和自己演对手戏 就开始了钟楚雄的电影事业 并且和邵氏影业公司成为签约演员 那你呢? 三个都死了 为什么偏偏不杀你? 因为一定要找人吃死猫 还有人换过河彪的坟? 只有美貌但没有背景的钟楚雄 在演艺圈举报为奸 兜兜转转走到很多弯路 直到1981年 一部胡悦的故事 令到钟楚雄一炮而哄 影片中 周润发飾演的 越南华裔胡悦 成船徒弟香港 为了拯救沦为妓女的越南难民沈青 便成为了杀手 这个令人魂牵梦遥 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女人 就是由钟楚雄实现 这个亦是钟楚雄和周润发第一次合作 之后的《巡城马》 《八星八起》 《女人心》 《鬼新娘》 《秋天梯童话》 《伴俄厂天涯》 《纵横四海》等 钟楚雄和周润发的合作 广为人知 两人也成为了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香港影坛的 最佳银幕情侣 《伴俄厂天涯》 1983年 《钟楚雄》彭席 《薄荷咖啡》这部片 提名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童年又彭席 《男与女》 提名第三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第二十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并且荣获第二十九届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 就在钟楚雄事业大雄大子的时候 他参演一部电影叫《窥晴》 由此走了一条性感之路 他一头卷曲的头发 充满风情的雾眉 再加上五官非常美丽动人 而且有真诚低调的个性 香而不厌 亲近和平 影片中 汤震业和钟楚雄 有一场大胆的藏戏 为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部片描写复杂的男女情欲故事 情节源而内人尋味 电影广述《少女阿波子》 有一晚用望远镜偷看周围隔离车舍 发现了一宗命案 在警方调查村里居民的期间 揭开了彼此之间错综复杂的情欲关系 1986年 《刀马蛋》由大名鼎鼎的徐克作导演 这部电影聚集了林青霞、钟楚雄、叶士文三大美女 当时的香港电影几乎都是男性主题为主 女主角不是花瓶就是配角 不过徐克就别出心裁 起用三个当红明星做中心 令到刀马蛋一炮而红 电影描述了徐克的乱世情节 互不相识的人 因为互不相同的目标 在一起人生最珍贵的友谊莫过于共患难 共患难后面是对正义的追求和献身精神 钟楚雄里演过《湘虹》 本来是一个花瓶摆设的角色 不过他的喜剧演出令到角色很生动 《刀马蛋》至今 并为徐克艺术与娱乐相遇后 比较出色的一部作品 车 车 车 姑娘 这车不载人的 送我去火车站 我要坐车去上海 不是路 快下去 你送我到了火车站 我还送你这条金链 姑娘说得好 坐稳了 在电影中 钟楚雄扭头摆计 两颗眼珠一转就暈倒了 为了适有刀刀而发展苏工 失败之后 就吞起嘴 抱着葡萄食 又无味又可爱 林青霞的婴气 钟楚雄的娇眉 叶善闻的可爱 令到你眼花缭乱目不下级 这些衣服是我留学以前穿的 怎么念过书的女孩子穿衣服这么 古古怪怪的 有时候分不出是男还是女 做起事情方便很多 你团团转的 这是什么 三个女人一台戏 三大美女就更有戏了 在刀马蛋中 虽然钟楚雄走的是性感 甚至有些暴露的路线 但从来没有人说过他续艳 香而不艳 艳而不俗 营幕上的钟楚雄 总是美的毫不造作 重映十一年 塑造经典形象无数 为何没有拿过一个重要奖项呢 东方梦露 钟楚雄正在继续 真正令钟楚雄成名的作品 是在华语电影史上 文艺片中的经典之作 《秋天一童话》 大家一定看过 这是著名的文艺片导演 张远廷移民三部曲之本的第二部 同样 钟楚雄和周润发在戏内合作 这次讲述的是 在美国纽约居住两位华人的一段爱情故事 电影因为势力委员的风格 横素金像奖、金马奖、很多行长行 至今仍然是华语影坛 最经典的爱情文艺前面之一 在香港人十大醉受喜爱电影之中 这部电影是排名第二 那一年的周润发 周润33岁在戏内饰演船头尺 角色年纪一样 钟楚雄27岁不思粉代 但依然美艳不可芳蜜 在这部电影中 我们看不到惯用的拖手仔戏马 也看不到司空见惯的摺蜜戏 更加谈不上什么爱情动作戏 男女主人公甚至没有说过我爱你之女的表白 这就是这份含蓄令人感受到爱情的本质 更贴近自身 整部电影没有大喜大乐 而留学而乡的艰苦也没有被过多渲染 他有的只是真实和亲切 将一个平淡如水的故事说得很好 足以见到这个导演的功力和演员的演技 还记得秋天在童话的浪漫结尾 潑别多年之后 十三会踏上通往码头餐厅的木头斜坡 船头斜坡发现他游宜片刻 极短暂的激动之后 船头斜坡发出了温暖阳光的笑容 船头斜坡愉快地问他 Table for two? 刹那间 影片中厂红散发出来的温暖感 从此一并被植入了观众的阳光深处 1988年根据译书小说 改编的电影《流金岁月》中的钟楚雄 在风情和性感之外 被人看到一种不食人间烟火之美 这亦是华语电影之中 两大女神张幻玉与钟楚雄难得的一次合作 或者不够看回这部电影的人不多 不过那个短头发白白衣衣的钟楚雄 和文艺女神张曼勇的剧照 在很多年之后 还可以激起我们的怀疑旧浪潮 1989年 钟楚雄凭着《伴我闯天涯》这部电影 提名第25届金马掌最佳女主角 又是与法国合作 演绎了多次浪漫感伤 外情的童话的红姑和法歌 再次令观众如痴如醉 而钟楚雄的演技火花 唯有与周润发合作 才能爆发出来最为强烈 当然 除了与法歌拍档之外 钟楚雄在银幕上另一个主要拍档 就是阿哥哥 张国荣 在影片《杀之戀》中 红姑饰演的是黑帮投资的情妇 名媚脱俗 而张国荣是一家广告公司的主创 一次撞车事故令两人偶遇 他以为他是鬼 后来发现他是黑帮投资的情妇 神秘的女人 神秘的背景 钟楚雄早年在银幕上的角色 大多被性感圈定的身份 不是宽敞女嫂 就是饭店女招待 或者黑社会投资情妇 未婚生子的少女 几乎无一都不是表现他的性感 只不过在这部片中 他和张国荣的搭档很亮眼 虽然古事以鬼微耻 以逐套钟 但红姑的出场本身就是亮点 1991年 是钟楚雄在影坛的最后一年 他出演了吴雨昕导演的 窗战片《纵横四海》 和许安华导演的香港剧情片 《极度追踪》 1994年 钟楚雄正式逝影 吴雨昕的《纵横四海》出现时 钟楚雄只是红到半边天 是他最风情万种的造型出现在 《纵横四海》中 《红豆妹妹》跳tango 《偷锁时》的一段 钟楚雄像蝴蝶 周旋于周润发和张国荣之间 优雅唐贴 浪漫轻盈 迷倒不知多少影迷 吴雨昕用《枪战》和《游情》 《红豆妹妹》太过深入人心》 大家从此就亲切叫她做《红姑》 现实生活之中 钟楚雄和张国荣 还有周润发都是很好的朋友 张国荣曾经说 钟楚雄是她最默契的老友记 在张国荣的生活之中 钟楚雄是性感女神 虽然她豪荒爽朗 但代人是真诚又细心 一代性感女神 不为豪门所动 对事业巅峰选择适应 丈夫的突然离世 打破她美满的幸福生活 如今56岁的她 活出怎样的精彩呢? 《东方梦露》 钟楚雄 正在继续 《东方梦露》 钟楚雄的美 张扬但不微俗 她的一盼一笑 都牵动人的心 微语之间 总是隐藏着 欲说还忧的美丽 天生的好气质 令她更加动人 一对有灵气的大眼睛 高挺的鼻梁 明媚的笑容 引到很多男人 为她是折服 在营幕上 她是公营的性感女神 但现实生活之中 她又十分保守 重映多年 她只有两段匪文 一个是成龙 一个是后来的丈夫 朱家鼎 同成龙 是在拍《五福星》的时候 传出匪文 当时这部电影的票房 特别好 公司已经打算再拍续集 不过就被钟楚雄拒绝了 原因就为了避免再存匪文 公司换了女主角 后来这个女演员 因此一举成名破 很多人都说 钟楚雄放弃了雄的机会 但是只有她自己知道 只不过是做了真实的自己 八十年代的香港影坛 真是当黄令人难以自信 夏育方红 潮华润荣 她们之中 是但一个成就 放在今天 都仍然是天王巨星的荣誉 亦是钟楚雄事业最巅峰的年代 不过 娱乐圈始终不是她最后留戀的地方 或者很多人会很好奇 为什么钟楚雄 要选择自己事业巅峰的时候 适应呢 理由很简单 一个字 因为爱 作为圣锦女神 钟楚雄从不伐富豪的追求 但是她又从来不为雄门所动 她最后嫁给了白手卿家的广告才子 朱家鼎 两个人相识于1984年 朱家鼎邀请钟楚雄拍笑广告 当时就对她一见钟情 而钟楚雄也很欣赏这个奔奔有礼的年轻人 两个人从朋友漸漸发声成戀人 1991年 钟楚雄和朱家鼎在美国举行分离 当时消息轰动整个华人社区 很多人认为朱家鼎又没有钱又没有地位 样子又不漂亮 当时的钟楚雄和她比相差太远了 对这件事 他们没有什么回应 钟楚雄发展内心的笑容 就已经证明了一切 婚后他们协商 不要小哥 就这样 他们就好美好愉快地过了16年 结婚后的钟楚雄 专心做少奶奶 照顾丈夫 曾经十字不连羊春水的她 学会做饭 随手煮一盘好菜 即使在事业颠峰时候 选择退出影坛 但她自己就幸福地表示 一个人有得 必有所失 我是个笨女人 只能花8%的精力 去做好一件事 可惜天不遂人怨 一场病魔打破了他们的幸福生活 2006年 朱家庭被建立出有结肠癌 钟楚雄陪着丈夫 访遍名医 最终因为癌细胞扩散 不幸离世 至爱的人离世 对钟楚雄打击很大 她几乎每天都要吃安眠药才可以睡觉 曾经容光焕发的她 一夜之间好像老了十岁 好几年的时间 她一直走不出失去丈夫的痛苦 但朱家庭生前一句说话 说你要坚强 就令她勇敢地生活下去 在朋友的鼓励之下 她慢慢重拾对生活的信心 度过这段最艰难的时光之后 她表示自己不会再嫁 因为朱家庭是她唯一的罪爱 没有人能够比她更好 他花很多时间去摄影 出摄影集开摄影展 也会花时间去养花 经常做慈善环保大使 如今他出现在镜头之下 依然自信美丽 相比曾经那个笑容明媚的少女 经历过丧夫之痛的钟楚雄 在岁月沉淀之下 其实更加优雅迷人 这几年来 不断有人重金礼品 钟楚雄 不能复出拍戏 但她一一退绝 即使有二十几年再没拍过电影 钟楚雄 始终没有离开媒体和大众的视野 她结婚摄影 为什么有些关于她的资料 经常都写错 她又担心採访她的媒体 是否全心要断章取悦 始至今很多人仍然视她为女神 但她自己的评论就说 我是一个普通人 喜欢买菜、做饭和养花 丈夫已世多年 当大家都为她后半生的幸福 担心的时候 她一直都很督定 只认定那个朱家庭 她给我的已经救我一生受用了 至于几次复苏的老问题 她几乎是斩轻截铁 断掉所有外间所有的想法 没办法 没得谈 现在的钟楚雄 有一众旧时的老友 或者眼角多了皱纹 头发都开始有点白了 不过笑起来 仍然是丝毫无折制 面对碎月的老势 她依然是如此松荣 好了 感谢你收视这一期的《香港故事》 我是陈佳南 下期见